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在双减政策之下 我国的教培行业确实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就在最近这几天 以新东方为首的各个教培巨头 终于做出了艰难的抉择 他们纷纷表示 不再提供针对九年义务教育学生的课外辅导了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在这么严厉的双减政策之下 全个有用 双减政策 课外教育培训学校能够施展的舞台已经很小了 算一算经济上 以往我租下一个校区 周六周日可以提供服务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可以提供服务 寒暑假可以提供服务 所以呢 我能够把这个钱赚回来 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是不允许提供课外培训的 那么对不起 你肯定赚不回这个钱 现在把校区关掉退租 是一个迫于无奈 但是可以及时止损的方法 所以我们看到 一众头部平台 现在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公告 校区退租了 桌衣板凳打包捐走了 甚至有很多平台说 我以后转型了 我去卖羽绒服了 我去搞网上直播了 但是这么多头部平台的彻鱼啊 有一个好现象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就是几乎没有出现过大的退费纠纷 以往其实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 经常经历这个学校倒闭的情况 哪怕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 有很多城市经常隔三差五就听说 哪个英语培训学校又倒闭了 哪个文化课培训学校又关门了 以往一旦出现这种新闻 您去看吧 一定会有成百上千的家长呢 冲到这个校区 干什么 人家要退费呀 因为我们清楚啊 很多的培训学校 它是怎么收费的 至少一次收一个学期 有的一下子收个一年两年的 人家还美其名言说 你看啊 教育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 你不可能今天在我这里上一节课 明天在那个地方上一节课 你要选一个学校 一定是长久的在这上的啊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我们学校 那你干脆一次性多交点钱嘛 你多交点钱 我们给你打游会嘛 你还能占到便宜 所以几乎所有的培训学校 都是预收费的 而当这个学校走到关门倒闭那一天 一定是主要负责人离开了 你找都找不到人 他们的账面上一定是零 这个月水电费还没交呢 商场租金还拖欠呢 员工工资还没给呢 当然包括预收你大把的学费 一定是推不出来的 所以很多家长抱怨啊 这个学校倒一次 我就要亏一笔钱 然而这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很好的现象 就是头部教育平台 在结束它的业务的时候 基本没有多少人去找退费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学校都退费了 前几个月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新闻 某个地方学校又倒闭了 甚至这个学校在当地有十几个连锁校区 对不起 没有钱了 干不下去了 家长要钱要不出来 员工的工资还拖欠着 但是这几个大的头部教育平台 到目前为止还真是做到了几乎没有退费的纠纷 有人说 当然了 因为几个大的头部教育平台 此前他们拿到了大量的投资 说实话 人家不缺钱 去年这个时候 人家打广告 一个月花几千万上亿呢 而且他们实际上还没有进入到收割期 什么意思 他们的学员数量本身就不多 他们手里倒是还有很多投资款 没花掉 说实话 幸亏这个双减政策出台的比较早 如果双减政策在晚出台那么两三年 他们自己手里的投资款早就花掉了 他们手中大量的现金都是预收人家的学费了 到那个时候他再关门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退费纠纷 是的 这确实是挺幸运的一件事 但是当然 还有的学校 人家也确实在这场风波中做得很好 比如说新东方 新东方最新获得了很多网民的推出 为什么 新东方有大量的线下门店 人家已经说了 最近在多个城市上千家教学网点都得退租 没办法 确实干不下去了 而且多出来的十几万套桌椅都打包了 要送到偏远地区 但是与此同时 虽然有这么多的线下门店 新东方还真没有出现过拖欠家长学费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新东方的创始人余敏红 他很早的时候就说过 培训学校一定不能把自己收进来的学费看作资产 而要看作负债 这其实是会计学科一个简单的功率 但是长久以来很多培训学校的创始人都是教学出身 人家有着非常专业而扎实的教学技能 所以才能自己出来办学校 但是相对而言可能财务上的知识就有点欠缺 一般的一个培训学校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自己创始人拿出钱来租一个教学网点进行简单的装修 买这个桌椅板凳再雇一些教师 然后开始招生 招生的时候还要花很多费用 这些都是前期投入 接下来这个学校的运转基本上就靠收学生学费了 由于我们刚才讲了 大部分培训学校是可以大把的预收学费的 所以干的好的培训学校 实际上它的原始投入期是非常非常短的 甚至很多人都说 我这个学校可能半年就回本 什么叫半年就回本呢 你可能半年你预收上来的学费 就已经覆盖了你前期的投入了 这个时候创始人可能觉得我半年就回本 但实际上在财务上不是这个概念 财务上你收上来的大把的学费 那不是你的钱啊 那是你对人家的负债啊 你得人家在你这上完课了 消耗完毕了 那个钱才是你的钱 在任何时候人家课没上完 理论上讲你得把这个钱推给人家呀 所以不是半年就回本 而是半年你就把原始投入资金收回来了 放到账面上 但是同时你对你的消费者 你对你的学生还有大量的负债 但是很多教育培训机构的人 没有这个意思 大家就觉得我今天就能收这么多钱 以后我可能会收更多的钱 甚至有很多创业者觉得 既然我半年就收到了这么多钱 我赶快多开几个网点 多设几个学校 我再多赚一些钱 当然你其他的教学网点的投入资金 就不是你自己的钱了 就是人家学生预缴上来的学费了 你相当于是拿着A网点收上来的学费 去拓展B网点C网点 当你整个市场大势好的时候 当你的口碑越来越强 收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是一个超速发展的过程 非常好 但问题是 如果遭遇到了重大意外 咱都甭说 以往的学生要退费 你新搞的教学网点 如果招不到足够的人 你的所有前期投入 实际上短时间内是拿不回来的 这个时候 你就有可能出现资金链的断裂 而一旦资金链断裂了 你又撑不下去了 那么前期鸭掌是要过来退费的 你到时候你怎么跟人解释 你说对不起 我拿你们的钱 我去干别的网点了 我拿你的钱 装到我自己的腰包里 这当然是不行的了 其实很显然 并不只是培训学校 什么健身房也好 美容美发店也好 这些年来 有很多预付费机构出现的问题 他们一出现问题 负责人跑路了 结果留下一地鸡毛 有大量的消费者求告无门 明明存了钱 却根本无法消费 这其中有一些创始人 可能一开始他就是这么设计的 像我们以往的节目说到那样 他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 我要花别人的钱 创自己的业 我一开始只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投入 然后我大量后续的投入 靠的不是自己的钱 而是靠预收上来的钱 情况好的话 我整个企业就运转起来了 我等于很小很小的一个投入 就把这个大企业开起来了 而一旦情况不好 对不起 我随时随地拍拍屁股走人 反正花掉的钱 都是消费者的预付款 这样的黑心商家 我们当然要打击 但是同时 我们也得提醒很多创业者 在创业的过程中 一开始苗头不错 你收上来了大量的预收款 千万要放平心态 想好未来有可能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危机 最关键的一点 就像于敏洪说的那样 你预收上来人家那个钱 那不是你的钱 那是你的负债 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退费的问题了